你羅時豐今天有這個日子 他幫你討好幫忙的 這真的 這比較少 對啊 就像我再生後 64歲資深女歌手林熟龍 當年以昨夜星辰 紅遍大街小巷 後來與羅時豐合唱 無言的結局 更是讓其一泡而紅 在演藝圈超過40年的 情緒相惜 更凸顯了兩人的好交情 不過近期羅時豐 卻被侄子張敏盛指控是冠老闆 擁有78萬點閱的頻道 也被無意境下架 而好友林熟龍受訪時 被問到羅時豐的近況 也做出回應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打電話跟他說一下 對這種事情也很難說 但對我們來講好突然喔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但是我希望他們也 很和平地解決這樣 希望他們也繼續努力加油 對 那我怎麼有回應 有啊 我說謝謝熟龍姐啊 我說妳心情怎麼樣 我很好我很好 事情都解決了很好 我說那就好 我說心情很重要 聽得出他心情蠻低落的嗎 還好耶還好 因為他現在也在 我在8月6號的時候 我在新加坡演唱會嘛 他剛好在吉隆坡 也是開個人演唱會 說對還好啊 他說他很開心 對 那時候碰面嗎 很巧欸 那天我們剛 很巧我剛好 8月6號演唱會 他也是8月6號 我們都不知道喔 那天我們就在貴賓市 我們坐飛機嘛 在貴賓市碰到耶 我們剛好也是坐 坐那種同一個 那個航空 那天碰到 好開心 我們擁抱好久喔 因為我們也很久沒見了 對 但是我看他心情 還不錯還不錯 嗯 他比較樂觀 我說他比較樂觀 很好啊 請坐